《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扰》 姚冰 青天啊 来 快坐 我都快好了 不用如此担心 你呀 都伤得这么重了 就不要出去走动了 你又拿出来了 明天是我娘的忌日 我想拿到她的坟前 烧给她 全烧了吗 留点念想也是好的呀 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 怕是找不到了吧 估计我爹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她才一直闭关闭关 其实就是不想看到我 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吧 你不必担心 或许你们还会见面的 嗯 我也觉得 我感觉她一定还活着 只是我已经记不清 她长什么样子了 那你可以问问你爹啊 嗯 那就等到我爹 愿意见我的时候再说吧 算了 我们不说这个 嗯 我们今天晚上 喝鱼汤好不好 小师妹最喜欢 喝我煮的鲸鱼汤了 正好给你尝尝补补身子 嗯 没有气情六欲 这一旦动情 就会走火入魔 变成一个没有性质的疯子 你的性子 和我师兄倒是挺像的 可惜 三年前 你找我师姐 去拿月亮花种之时 她一定问过了 为了何人 如今 你独自守着月亮花 都快三年了 这走火入魔的趋势 也越来越明显 齐绝练得越高 就越不能有牵挂 情这个词 一旦中了 便不能回头了 小师妹 你若安好 便好 你想说什么呀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你要多少钱我给 财大气粗是不是 只要你说得出来 我都给他钱 就你们今天来我这儿的方式 试问 我能让你回去搬救兵吗 你真没必 无耻 夏流 丑婆娘 怎么 你也想说点什么吗 小师妹 别怕 别怕小师妹 我 我是 我 我叫 我叫月风 她是我妹妹 叫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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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月影 对 月影 月影 叫你可放了我们 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对 放了我们 你们两个把她看好了 别让她跑了 你不能打她 要她打我 叫我婆娘 放了我们 放了我们 玉姐 是你带金英过来的 对对对 这姑娘姿色还可以 就是脾气太酱了 是啊 什么来路啊 白鹿子 白鹿子 我喜欢 风险小 可是 给我招来了 两个凶神哪 不过 也没事 叫万春 去调教那个 叫金英的姑娘 好 都听玉姐您的 你刚刚 为什么不让我说 我是谁啊 小师妹 你傻呀 你呀 看那个老女人的打扮 还口口声声说 要把你卖了 再加上 之前绑架的那个姑娘 好 肯定是妓院啊 你要说出来你是谁 将来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好 再说了 你说出来你是谁 他会把你放了吗 这种人 连钱都不要 这里 肯定不是一般的妓院哪 这个怎么办啊 刚刚那位姑娘 也一定是被绑在哪个地方了 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哪 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我 早知道当初在太乙山 就不偷懒了 好好跟二师兄习武了 没事小师妹 不是还有我九师兄在呢吗 九师兄又不是二师兄嘛 九师兄 九师兄 九师兄有钱呢 好 我听说对面这家花场 是全京城最好的青楼 里面有各色各样的女子啊 那那些女子一定都貌美如花吧 我不了 你懂什么呀 有的时候 这女人不一定要长得美才就好 这么说 你去过了 跟我们说说怎么样 说说 曾经在前去过一回 你们知道吗 对面那家青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 这家青楼啊 经常会来一些新货色 甭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这老板呢 都能给你变出来 他们老板好像叫万春吧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哪 对面那家青楼的姑娘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不对她死心塌地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帮女人的功夫 那都是万春那个娘们 一个一个的挑剿出来的 那小身板啊 哥哥的 那是 快放了我们 放了我们 你们想干什么啊 放了我们 求救你们 放了我们 放了我们 求救你们 小师妹 小师妹你别怕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如果派人把你买走了 你就告诉他们 你九师兄有了 我们是钱 你们要把我九师兄带去哪儿啊 小师妹 不要说出你的真实什么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你们 你九师兄有的事情 记住了吗 九师兄 进来 睡好了 嗯 金英那姑娘还跑吗 如今啊 你碾她她都不走了 到你手里的姑娘啊 就是听话 像金英这种资质的姑娘 你把她捧成花魁 放到门口集市 是 我明白 那个屋子官职的姑娘 您是要 那姑娘 一看就是上斗货 门口那些歪瓜裂枣 那是无福享受的 玉姐的意思是 给那些爷准备的 给那些爷准备的 那些爷千里迢迢来到我这里 为的就是一个奇货客居 那个姑娘是她自己撞上来的 而且时间刚刚好 今天是拍卖会 就把她做成亚轴的 是 对了 那些爷来京城都入住了吗 其他的爷都到了 只还剩下那一位爷了 那一位爷到如今我都没有搞明白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给我小心伺候着 是 你就在这里候着 如果老爷夫人过来 就说小姐闹脾气 一早睡下了 是 是 都怪我 要是我不走 在那儿陪着妹妹 哪至于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倒好 天都已经黑了 她还不回来 我真担心 她会遇到什么危险 三哥 你去岳府打探一下 看看岳老三在哪儿 如果见到她 问她是否见过妹妹 嗯 然然平时虽然调皮 但是从来不会夜不归宿 我怕她出事了 不行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娘 苏姐 坐下 你这个时间出去告诉爹娘 无非是让他们担心 等会儿去找大哥他们 我们兄弟几个 出府去找 切记 别让别人发现了 那我们快走吧 那你们去 我去染染房间 如果她回来了 我就放消息给你们 走 你们去东城找 你们去西城找 老五 咱俩去南城 快快走 走 我猜你会来 她在哪儿 她出门未归 我怕她出事 希望你能把她平安带回来 喝 喝啊 噠 不 好好好 好好好 再帮我照页 好酒亮 各位爷 大家好 在这里万春感谢大家的再次光临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春眠不觉晓 年方十六初睡未醒 请各位爷赏见 哎 这姑娘我要了 谢谢这位爷 下一位为大家呈现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年方十八焦艳玉滴 请各位爷赏见 先看一下 我要了 给我 谢谢这位爷 对丢人 国家 不过 今天您还是赶上了 您瞧瞧 这是这个月最好的趣儿了 这位 我要了 客官真有眼力 您难得拉一回铃声 您难得拉一回铃声 还被别人抢了心 要不 您等下个月 我只要的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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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有 没有 月峰不在家 月府的人也在找他 看来得抓紧时间找了 走 走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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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跑啊 住手 别拿着 别拿着 住手 你不是会跑吗 哪儿跑啊你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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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给我住手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快救救我小师妹吧 你小师妹是谁 我小师妹是苏然然 什么 我小师妹是苏然然 什么 我小师妹是苏然然 是 这边 你查清楚了 真的是那位爷 不可能错的 这就怪了 欲解禁的就是他的包尖 不会错的 这位爷在每次的拍卖会上 从不点姑娘 可是出手阔处 总是来往于各位爷之间 虽然这些个爷之间 从不来往 但是唯独与他不接完 所以连玉姐 也一直忌惮着他 我一直以为他来我这儿 是另有目的的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בכ城姐 不好 我外面被官府的人 给包囹了 就是这儿 小师妹 小师妹 人哪 人哪 谁前阿盖在这里呢 驾 驾 没想到京城 竟然还有拍卖女子这种地方 我也是第一次来 看来啊 以前都白活了 我一定要彻底产品 这个丧尽天良的地方 那我小师妹怎么办 据燕之铺老板交代 沙黑市老板娘郁姐的 是一个戴面剧的男人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月亮宫的 日轩 月亮宫 日轩 他们跟我的小师妹 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现在就朝着 带走苏然然那个人的方向去追 根据万春所交代 这个人 是在苏然然被拍卖的时候 才出现的 然后才杀的玉姐 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 这个人想要的 是苏然然 然后 我贿赂了那个送牢犯的 才得以偷跑出来 然后 就遇到了秦朗 然后我就带她去救小师妹 可是小师妹她 被人带走了 被人带走了 带去哪儿了 听那个老板说呀 小师妹是被邻国的一个 王爷给拍下了 什么 要不要告诉舅舅舅母 派人马去找然然 不行 爹娘现在一定还以为 妹妹还闹着当尼姑呢 绝对不能让她们知道 妹妹还去了青楼 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们的妹妹 被那个什么所谓的王爷 带走了 还愣着干吗 去追啊 只要找到那个王八蛋 扒皮抽筋才好 更不行 这样的话 妹妹的明节就全毁了 这不行那不行 命都没了 又明节还有个屁用 妹妹上青楼 那是她自己愿意的吗 要是将来秦老二 敢嫌弃她 那更好 我就把妹妹留在家里面 伺候一辈子 我反对 小师妹的明节 绝对不能毁 你懂个屁 反正就是反对 反对 反对 不是 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 要不是你带着她出去玩 要不是遇见危险 你没拉着她一块儿跑 现在能出这个事情啊 你以为我 我愿意啊 现在小师妹 被人卖了初夜 还可能被那个魔头追杀呢 现在这事情 能大张旗鼓吗 你刚才说什么 这初夜 什么 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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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行了 都给我住手 让鞭 让鞭 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她动促有什么用啊 我想听听老五的看法 既然这个王爷来京城 是秘密而来 做的又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就说明这个王爷 一定是带着妹妹 立马离开京城 绝对不会过多地逗留 对 秦郎也是这么说的 我们现在 马上派人 去城外搜索 秦郎还说了 那个戴面具的是日轩 也可能去找小师妹了 这正是我担心的 时间不等人 咱们赶紧行动吧 带着她 也不可以 你 是 带着小师妹 骂子 舍脸一散 烛火 风中 蟬 多少遗憾 獨留一生談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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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當空間 禮場斷 相見 時已難 想念 何以看 過頓的東區 或盼的塵埃 忽然揮手 已盡似冰冷白 相見 時已難 想念 乘無寒 當桃花已暖 我要花已暖 昨日少年 著青山 夢裡還 昨日少年 著青山 夢裡還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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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